周深出席昨晚举行的Voga圣殿 作为歌手参加这个时尚圈的顶级盛会 周深华丽亮相 他身着宫廷风香钻衬衣 搭配朝场图为礼服宛如白孔雀 又像白仙鹤 遵用一种下凡的孔雀王子傲视天下的感觉 清冷贵气 小小一盏灯光 点亮生活的方向 在回忆的上有把遗憾珍藏 你是否还记得那片涂鸦墙 一笔一画中把幸福刻在心上 爱永远是回家的路 平淡日子里有多少付出就有多满足 光穿透层层迷雾 他照亮我 勇敢迈出的每一步 家永远是无相呵护 平凡的归属 是彼此不离不弃的产服 而当他傲娇又俏皮的拿出阵字 只能说周深真的是又会又有梗 深圳新闻网也马上跟进带话题 较深的他拿了个阵 发博说 勇敢圣点周深走秀带了个阵 太有梗了 被深深可爱到了 天哪 天哪 这才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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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没了脆弱 你发心的游游 跟一生日暮相拥 想要继续吗 你不想要 你不要走外面 你不要走不停你一眼走 不要未来斑果要 没有尘性的迷惘 我不想理想 就有个小时长 看时间加上好 对了 这个是她吗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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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吗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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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还发生了特别感人的一幕 周深走完秀特意跑出来 跟米子们打招呼 隔着一条河她把对面的米子们 看不清打开手机灯 一边挥手一边鞠躬 真的会被周深的真诚感动到 此外周深在圣殿上演唱了经典曲目 《大鱼》和《少管我》 据说这两首歌都是VogaChina主编流冲定下来的 周深的大鱼被更多的时尚界人士听到了 现场的人听到鸡皮疙瘩 表示被震撼到了 大鱼是无论唱多少遍 无论走到怎样的高度 都依然留有最初的震撼与感动 这太珍贵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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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 相遇 是 周深結束了这次Vog CAR盛脸活动 接下来应该马上去香港 准备19日谈论音乐会 聲音合流的主题曲現唱 直播平台在香港电视32 凤凰卫视香港台58 五频道及香港电台第四台 同时艺术节网站香港电台网站 凤凰网及凤凰熊APP同步网上直播 这周六晚八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 17日周深除了参加Vogue盛典活动外 音乐园计划也上线了第十期的超前看 新华社也放出了大招 17日中华生艾特周深带话题 周深说我是个很幸运的普通人 上传了系列访谈个人预告片 上传了系列访谈个人预告片段 带你走进周深的音乐世界 回顾他一路走来的成长与蜕变 感受他用歌声刻下的时光印记 预告片段中周深说自己是个幸运的普通人 说好歌手是可以用歌声去给别人拥抱的歌手 可以走到别人心中的歌手 随后Vista看天下也发了周深个人访谈预告 但两个预告稍有不同 大家可以都看一下 小编个人觉得 从新华社和Vista看天下的博文 以及发了预告片段 还有央视一系列的行为来看 他们真的是在用心把已经坐实了 时代之声的周深 把文艺工作者代表周深 往优秀青年文艺工作者 和年轻的老艺术家这条路上使劲地在推 对周深的喜爱之情 易于言表 这个时代需要 据说有一个五年的特殊的缘分 非常美妙的一个误会 当时怎么说这个误会 其实当时就是在网上 就刚好看到一个是卡通画的一个头像 然后觉得特别像自己 很有感觉 特别特别的享受 因为他就带儿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拿他当自己的那个头像 然后微信头像 一直用了五年 直到过了五年 后面就好像后面出道了 别人就说某些五学图可能截到了我的那个微信头像 他们为什么周深要用周笔针 拿他当头像 当时不知道那个是笔笔 不知 就觉得跟字眼很相 对 觉得可能就是个网图 一个好看的网图 对 爱音乐的灵魂总是 对 所以就觉得 诶 真的是很有缘 投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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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都能像刚才这些首歌手里面沉浸的那样 跟Mogue Force & Special 时尚之一盛典 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像刚才这首歌曲里面沉浸的那样 跟Logue Forza Special时代之一圣典 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 我们要再次感谢